有人说,正是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才是一些不平凡的人出现的机会 今天要讲的主人公便生活在特殊的时期 19世纪初期,清政府面对着国内反抗势力的威胁和外国猎枪的压迫 做出了让步,允许妇女不再缠足 那条被称为束缚了中国妇女千百年之久的臭国脚步一除 加上西方心思潮的冲击 中国妇女迎来了一次大解放 余美妍,这个诞生于19世纪初的女子 竟在世上留下了28岁的青春年华,变消相遇云了 尽管如此,她的奇异经历仍然为后人所讨论所感叹 出生就含着金钥匙的她,自小就表现出常人所不具备的气质 由于接受的四日西式教育,其思想十分先进 随着余美妍不断长大,一个面容娇美的女孩子渐渐出落 仰慕着也随之而来 其父亲从中看出了一些端倪 担心余美妍因此惹出卧端,便限制了她的行动范围 但是年轻人就是有一颗不安跳动的心 余美妍在17岁那年便情窦初开 与当地首富的儿子在一起 两人还成了婚 但是好景不长 富商的儿子在婚后不久就出国帮助父亲打理生意了 余美妍年纪轻轻的就成了独守闺房的妇女 受新思想影响下的她很快就做了决定 离家出走 结果却被卷入一场刺杀案中被诬陷 成了阶下囚 虽然证实了是误抓 富商家人却不能释怀 于是与余美妍离了婚 余美妍从此开始了风光以离的生活 她衣着滑场穿梭于流场之间 美妍的滋涉是她最好的武器 不知多少男人败倒于群下 被齐迷的神魂颠倒 她在几年之间与三千余男人之间纠缠不清 甚至将其写成了一本书《魔灯情事》 此书一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好的坏的声音同时迸发了出来 这些余美妍并没有放在心上 她只是过着自己的生活 但是终究寻求不到安身立命之所 最后在28岁这年 踏上了一艘船帆 纵身跃入了汪洋之中 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